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簡單星期一 我們今次做個非常簡單很快就會完成的 明太子忌廉烏冬 大家可以用烏冬 可以用意粉 雖然是簡單 但是其實都極之是邪惡的一個簡單的晚餐 我們開始吧 Hello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lpha 今集是一個萬用醬汁的系列 今次我們做一個日式的醬汁叫做明太子醬 明太子醬有很多用途 你可以用茶包 可以用去拌意粉 你可以拌烏冬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食譜 這個醬今次就簡單一點 一個居酒屋經常出現的明太子烏冬 其實只是把明太子跟其他醬汁 用一個比例拌起來就可以了 一個五分鐘就完成的食物 我們事不宜遲介紹材料 我們眼前有些是裝飾用的碎紙菜 可有可無可以不用的 然後就當然是烏冬 明太子一盒這裡 每一份用一條就可以了 然後忌廉加上這個日式的沙拉醬 即是BB公仔那一隻 這就是的 我實在這麼簡單 沒有難度 我們第一件事就做個醬出來 買明太子就建議買一條這些就容易處理 你買這些切開了 那你就要重複幾次 因為它切了幾件 明太子有兩種 要不就有辣味 要不就沒有辣味 我今次這隻是有少許的辣味 但就不會說很辣的 好 第一件事先處理它 用麥刀在中間 劏開它 然後就可以用匙間 將那個明太子從那個膜裡刮出來 就非常簡單 容易處理的 其實假如你想大量做 或者想方便一點 你做完那個醬之後 是可以放到兩三天的 用多少 做多少就最好 但是看你想不想是 做定一批 你不是做太多都可以的 我們說這麼快就將明太子從那塊薄膜就刮出來 就全部放進那個混合鍋裡面 即是一個碗裡面 好 下一步就可以出去拌拌了 那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有兩種的醬 首先這個日式的沙律醬 我們需要大約是一個湯匙 你喜歡它再甜一點 所以它要多一點 然後忌廉 搖一搖它 這個要多一點 好 份量就可以自己調校一下 我們可以用湯匙計算 這個湯匙是20毫升 我們是要起碼4個湯匙的 是多一點的 因為我們如果那個汁夠香夠濃 如果你想它沒有那麼邪惡 少一點醬汁的 少一點奶油都OK的 但是千萬千萬不要用一些減肥的 即是拌肥就不行的 好 然後將它們整片東西拌上去 好 我們眼前這個 就是我們今天會用的明太子的醬汁 OK 好 第二步就煮麵 我明白了 今集實在是太簡單了 我們煮完麵 晾乾之後 隨即就可以把那個暖的烏冬 或者是麵 就放入明太子的醬汁裡面拌 拌一拌它就會變稠 其實到最後 你可以加一點海苔絲 或者是蟹籽 三文魚子 整個意粉就完成了 其實這個意粉實在是沒什麼難度的 你去超市 即是EON 或者司機 都會很容易買到這個有味的明太子 辣味就自己決定要哪一隻 其實兩隻都很好吃的 好了 我們今集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今集的簡單星期一 我們下集再說 多謝收看不送食 拜拜 拜拜